各位觀眾朋友 我是五金髮 發哥 發哥開講講 人類的歷史是走出來的 是日本的島崎晉的著作 台北上中文化出版 剛才說到 從東非的那個人種 出現我們現代智人這種人 兩萬人左右 但是有冒險性精神離開東非 往北非移動 然後從北非移動以後渡海 算播成全世界只有150個人 所以你知道嗎 歐洲的所有的白人 歐洲白人啊 這個用血液DNA去追蹤 全歐洲的白人是18個人的後代而已 18人而已 阿存的照對黃總人 照對東不來啦 阿跑到這個南太平洋去啊 朝鮮啊 南太平洋 有一部分在跑到哪裡呢 經過白領海峽 阿跑到北美洲南北洲啊 就印第安人的祖先啊 所以這個圈移是很有意思的 好 你家裡如果有一張世界地圖 現在來講你就聽懂了啦 聖經只是講這個出埃及記 只是講猶太人怎麼出埃及 人類的出非洲呢 也不知道比出埃及找多少了 不知道找了多少 而且不知道渡過幾批啊 沒辦法算出來啦 好 非洲從東非峽谷產生往北非去 然後呢 就碰到兩條路線 好 現在你認真聽 如果你聽了一下子記不起來 你有筆記本 用筆記才表演弄清楚 我講得越簡化越好啦 太武長你聽不懂啦 你家有世界地圖 你一看 發給你一講 你就聽懂了 好 出非洲有兩條路線離開非洲 一條呢 是從西奈半島那邊過去 從西奈半島過去呢 就到了西亞 亞洲的西邊呢 伊斯坦堡是亞洲的最西邊呢 對不對 從這裡 從西奈半島出去的 渡過去從西奈半島出去 這個是北線 南線在哪裡呢 南線在紅海過去阿拉伯半島 這個國家 這個地方現在叫做 惡立垂亞 惡立垂亞在哪裡呢 就是夜門對面阿 你知道你喝那個摩卡咖啡嗎 摩卡港就在夜門阿 摩卡港是最靠近非洲的一個港口阿 就從那對面的非洲 對面這樣渡過來 咖啡也是走這條路線阿 那現在這個海峽有多長呢 多寬呢 現在這個海峽只有20公里寬阿 20公里 花哥只有20公里寬阿 20公里寬阿 哈 米龍到南紫 差不多幾個公里阿 對不對 在高雄四十幾公里阿 那從高雄市的這個壽山開始出發 一直到南紫的最邊垂那邊 差不多 它再過去一點點 差不多20公里阿 那也蠻遠的阿 以前也游泳你游不過去阿 但是你搞錯阿 瓜哥說是現在現在20公里阿 人類離開非洲的時候沒有沒有窄沒有寬到20公里阿這個地方 大概幾公里阿 幾公里阿 為什麼那個時候是第四季濱河期阿 第四季濱河期阿 第四季濱河期七八萬年前的時候阿 那個地方只有一公里多阿 因為剩下都是冰城阿 那如果一個獨木舟在非洲的大木頭下來弄下來 五六個五六個人坐著大木頭 滑一滑就過去阿 所以是很容易阿 阿到底人類分了幾批過來 不知道阿 反正有一群人過來阿 因為那個 從這邊這個案就看到那個案阿 才一兩公里 一兩千公尺而已阿 他就過來阿 到了我們聖經裡面出埃及記的時候 哇要十幾公里阿 所以那個沒有上帝幫忙沒辦法阿 那以前上帝 上帝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不曉得 那時候有沒有相信上帝阿 那時候他們相信木頭阿 沒有相信上帝阿 他自己木頭滑一滑就滑過去了 一批人就過來阿 那麼這個是往南亞去 亞洲的南部阿 就沿著亞洲南部的海岸邊這樣移動阿 沿著海岸線移動阿 為什麼有一批人要往海岸線移動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是採集的社會 採集的時代阿 採集時代你知道嗎 除了森林裡面 你可以抓到鳥蛋阿 水果可以外 有一個 有一種食物 人類移動主要是靠食物嘛 法國昨天講過了 海邊有什麼東西阿 海邊很簡單就是 當時海邊 龍蝦阿 塔古阿 還有蠟阿 文革 血革阿 水果都摸得到 所以全世界文明都開始到處都 海邊到處充滿了被種 什麼叫被種阿 蛤蟆給它 吃吃的 貝殼丟在那個垃圾堆裡面 就變形成被種阿 所以呢 有兩條路線 一條是往陸地上去到西亞 到歐洲和亞洲的西邊 一邊是沿著海邊到南亞亞洲的南邊 沿著海岸線 這樣一直走上來 一直往東往東走 走到最後走到中南半島 現在在越南 泰國那裡 那個中南半島 他當然就繞過印度半島過來 然後最後中南半島一直走 走到哪裡你知道嗎 走到哪裡就走不過去了 走到台灣啊 走到哪裡 台灣走到哪裡 走到花蓮台東阿 花蓮到台東阿 那邊就是太平洋阿 所以你現在看看那個 為什麼說F-16-44 摘下去到現在找不到 哪那麼簡單 從花蓮台東 如果你知道就好啦 離開一兩公里 才幾百公尺 就到那個太平洋的海溝 就剩一千公尺以上了 一個東西 擋到一千公尺以下 潛水有那麼容易找到嗎 不要說一隻飛機阿 一隻轉點下去就 難找啦 他突然躲直下去 所以到了台東花蓮 那個時候就渡不過去了 就幹嘛 就坐船了 就往南邊去變成 南島民族 往北邊去 琉球 日本這樣上去了 好 那麼 東西兩邊阿 我們先來講這個 往西邊去的 往西邊去的 過了西奈半島以後 一個越往北邊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西邊和北邊走 往哪裡 就是往歐洲 就形成歐洲的白人 因為這個地方越來越近 越來越冷 越來越冷阿 歐洲越來越冷阿 日光越來越 時間沒那麼長阿 你去過荷蘭沒有 荷蘭 到了夏天的時候吃晚飯 你知道什麼 天黑是幾點鐘嗎 我第一次去荷蘭的時候 黑網沒怪事 你知道嗎 晚上11點 太陽才下山阿 晚餐我們不是習慣了 晚餐都在七點八點吃飯嗎 哪有晚餐啊 太陽那麼大 你知道嗎 到夏天的時候 吃飯吃飯 我一頭 還這麼大 你去荷蘭你就知道阿姆斯特丹你就知道阿 所以為什麼歐洲會很多劇場 那個劇場會從歐洲開始 欸 六點就下班阿 六點到十一點天台黑阿 這時間你要做什麼 跳舞阿 喝酒阿 看人家演戲劇阿 所以他們戲劇才會從那裡 蓬勃發展才會有劇場阿 沒所謂的 天氣阿 洋寵物六個媽從那裡開始阿 不然你要怎樣 這麼長的時間 你頭這麼大顆 你是要怎麼睡阿 那到莫斯科更不用說了 那這批呢 就往歐洲去啦 往西方 往北方去 就西歐 然後到北歐 那往這個 往東邊來的就到哪裡呢 就一直到土耳其這邊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往最東邊到哪裡呢 到最後到哪裡呢 到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 然後這批人從哪裡 分布到哪裡呢 西伯利亞多大你知道嗎 全世界那個時差最遠的國家就是 蘇聯的俄國呢 蘇聯時代 從最西邊的波羅的海 到東邊的柏利這邊 你根本知道時差多少嗎 時差十一個小時 美國西岸到東岸四個小時 美國已經很寬了四個小時 蘇聯是十一個小時呢 所以現在蘇聯 現在已經有選舉了對不對 欸 西岸已經開票了 東岸還沒有投票呢 還在睡覺呢 所以你怎麼知道 啊 我們台灣一時好 到票 四點到票了 六點就差不多 票虧了差不多 上面有動算就知道啊 幫拋啊 人是十一點點 那邊在到票 那邊已經開了 那邊還沒到票 啊在睡覺 那像西伯利亞一直有拉山 好 另外一批我剛剛講的 從夜門那邊渡過來的 往南亞 向南亞去的到哪裡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繞到印度半島 繞到中南半島 然後你知道中南半島 現在我們是中南半島 越南 泰國 全部在這些嘛 你知道嗎 從中南半島到馬來西亞 到菲律賓 到印尼 那個時候是鑽他大陸呢 他沒有海啊 他連在一起啊 所以他們從越南啊 什麼東西 直接在檳城上啊 就跑到馬來西亞 跑到菲律賓 跑到印尼 這個是跑來跑去的呢 所以你知道現在 他這三個國家的民 那個那個那個民族 有多複雜 你知道菲律賓 選舉有多困難嗎 菲律賓 你在想 如果是像台灣這樣開票 我告訴你啊 大家也會怕 為什麼呢 菲律賓 有七千多個島呢 啊 七千多個島呢 馬里那大選區的票開完的時候呢 那個島裡面 還有一個禮拜以後 票台灣運來開票呢 他們很好玩耶 他們開票的時候 不是在島上開票呢 通通集中在 比較大的都市裡面 把票運過來 坐著船過來 然後再 再開票呢 還奇怪 還會公平 沒有我們這邊 找到做票啊 那不是 那飛 印度更好玩 印度那個 那個也是一樣 這邊 這個 鄉下的地方投完票 用大象啊 然後看了警察 坐在那個大象背上 手上拿著卡冰槍 那個大象後面 後面再兩 屁股上再兩個大的票箱 這樣 這樣 走到比較老 這個選區裡面去開票 那你如果沒選票 那你又不說做票 你哭滾煮的啊 所以喔 咱說台灣人 還是說 人工行動的人最滾煮 我告訴你全世界最不滾煮的就是 這個地方 選舉最不滾煮的 人 人要坐船 坐在那幾個禮拜 那開票 就收到開票 人也沒收 完結了啦 人要印度 票箱 由大象扛著 這樣載過來 載好幾天 走好幾天到都市開票 啊 沒完結了 啊 美國現在就完結了 就是 用郵寄的太多啦 武漢會員搞得天下大亂 要不然美國以前也沒完結 這是因為通訊投票太多了嘛 好 南亞的路線就一直走 走到哪裡 走到越南 再走到馬來西亞 印尼 這些東西 你之所以你知道越南人 越南人 南部的越南人 有印尼人的血統 你有沒有注意到 越南妹進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講人家 越南妹不好意思啊 就是越南 嫁到台灣來的媳婦 有兩種臉型 你有沒有認真看 你認真給他看 那個北越來的 比較高到這個西貢以北的人 比較像那邊跟中國人 跟台灣人分不清楚 因為血統的共同 南邊的 北京很大內 像印尼人 比較黑 因為他有印尼的血統 他都走來走去 那時候 那麼有一部分 現在最新的理論在哪裡 他從專他大陸 從菲律賓到台灣也是連在一起的呢 但是紫爾在哪裡沒有連啊 花東那個地方沒有連 剩下南部啦 台灣海峽 那都沒有台灣海峽 走來走去 所以你知道台灣的猴子 和這個 喜馬拉雅 東喜馬拉雅山系的猴子 是同一品種啊 和熊是同一品種 我們生態上 叫東喜馬拉雅山系 生態系啊 但是形成台灣海峽 又隔開了 隔開了 由猴子變成特有種 熊也變成特有種 縮小啦 但是頭腦比較好 那你就說 那以前 叫中國搞的時候 變成台灣搞的時候 那中間那個階段 也不像中國搞 也不像台灣搞 叫什麼搞啊 生態學沒有打 人家叫做不吃搞啊 不吃搞啊 所以我那開玩笑 有人講說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就不吃搞 剛好在演化的過程裡面 他還沒有變特有種 所以你去看那個馬來虎 以前 瘦山有些人 搞搞搞錯了 他養那個馬來虎 養了以後 不想養了 就把他放到瘦山去 結果被 柴山的猴子 本土的柴山猴子 跟他鼻心連腫 為什麼 一個是講馬來 一個講台灣 哇 不通啊 他不能溝通啊 你不要自己 家裡養的別的國家的猴子 泰國的猴子 印度的猴子 養了不養了放在柴山 要讓人推死 你知道嗎 插衣派 財山派的台灣猴子 很怕的 比天道門還怕的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人類就這樣分開來 然後呢 有一個系統 因為這個作者呢 是日本人 所以他特別注重 日本那一個派系的 那麼由貝加爾湖呢 從這個我剛剛講的 不是有一隻 往東邊來嗎 東邊來 到了烏拉山 然後再過來 一直過來過來 就到了亞洲的貝加爾湖 俄國的貝加爾湖 如果你去過俄國的貝加爾湖 現在有人觀光去那裡 很多人跑去那邊 從俄國可以坐火車到貝加爾湖附近呢 觀光 那裡有白種人 也有黑種人 也有黃種人 什麼都有 和我們長得一模一樣的 蒙古種 從貝加爾湖那邊呢 就往東邊再走 有些就走進了朝鮮半島 就是現在韓國人的祖先 所以有些人講 有些人都沒有歷史知識 以前我們小學課本就教我們 怎麼韓國人是我們炎黃子孫 什麼什麼 我第一次到韓國人去 本來跟韓國人講話講得很頭趣 突然講說 我們課本說 韓國人是炎黃子孫 是那個基子的後代 韓國人馬上臂兵呢 你們白韓國人就韓國人跟你 什麼中國人有什麼關的啊 完全沒有關的啊 我們品種不一樣 你不知道嗎 蛤 我弟說 品種不一樣 你不知道我們朝鮮人 和中國人不同品種喔 我們祖先比你們早來呢 什麼黃帝是我們的子孫 黃帝是我們的後代 什麼子孫 我們比較先來 他照對朝鮮半島來的啊 所以朝鮮人你認真給他看 朝鮮人臉型也不太一樣 你看朝鮮的女孩子 絕大部分是單眼皮啊 他是單眼皮 單眼皮的很漂亮 他這個品種不太一樣 所以有一批就跑到朝鮮去 那朝鮮去的有一批呢 比朝鮮就是現在北韓 還要更北方的呢 就從滿洲啊 所謂的東山城 更北邊去 更北邊是在哪裡 白令海峽 現在叫白令海峽 以前在冰河期的時候 這裡沒有海峽 白令海峽也是很窄啊 在那個時候呢 這個白令海峽沒有海峽 整個是冰城 所以一批人就從那裡過去 然後就到了北美洲 從那裡到北美洲很近呢 現在有海峽有很遠啊 他在那裡白令海峽過去呢 做的雪峭就過去了 從那邊下去 所以你知道白令海峽附近的 艾斯基摩人是黃種人啊 艾斯基摩人過了白令海峽到北美洲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原來是黃種人啊 環境變化 皮膚才變得有一點紅色 才叫紅人啊 其實他是黃種 蒙古利亞種啊 好 從韓國這一批啊 有一批人就渡海到了日本 好日本啊 這裡面因為作者是日本啊 我們就來講講日本和台灣啊 好 日本人他們都知道 他們的祖先有來自三個地方的品種 一個品種是在哪裡呢 從台灣 從南島民族 印尼 馬來西亞這邊 北上的 往北邊去的 那時候已經 形成海洋了 坐船過去的 飄過去的 坐船出去捕魚 結果碰到颱風一吹 吹過去的 這些人就是神文人啊 什麼叫神文 不是啦 就是從這邊上去的 就後來就最早去的叫神文人 什麼叫神文 逃去用繩子做的 神文人啊 好這批人上去 這是第一批日本人的來源 第二批是艾怒 艾怒是北海道下來的 另外一批是韓國過來的 這三種人種 最早到的叫神文人 到後來後面來的人叫做彌生人 到最後神文人和彌生人交配 現在日本人都是彌生人的後代 為什麼 因為神文人是狩獵生活的 彌生人是懂得重道指的能工民主 文明比較進步 混血混血混血到後來 日本人現在的原型大和民族 就是彌生人的後代了 今天講不完啦 明天再講期間再見 senators 你可以參與 啊 뻥哭子的花惜 惡しい姿 層xter热風浪 啊 麗我 �陀佛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